我 取剑 你來錯地方了 《白野東軍》是我目前遇到的角色當中 最瀟灑自意的 最豪邁的 當然了在這個過程中 他會為他的一些魯莽付出一些代價 但是正因為他還是少年 他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他都有重新加來的一個勇氣 葉秉芝他有一義氣 挺少年江湖的一個人 千里迢迢幫他這一趟 不見見了 動我可也不能動我的兄弟 雲哥其實他一直以來都是一種比較破碎的 他只是特別不喜歡 亂七八糟的事兒 你強加在我 在束縛於我 可這世道 只要逼我入魔 但是《白野東軍》就是在試圖告訴他 這個世界哪怕 你沒有希望 但是你還有我這個兄弟 他倆更多的是一種 靈魂上的契合吧 這給你 對方的一個眼神 另外一個人就可以懂得什麼意思 因為一些命運的安排 導致兩個人 無法在最後的階段 可以一起去仗見守小徒 他們兩個從來沒有放棄 對於彼此的守護 我一定會保護好他的 做你最好的朋友 真幸福 月瑶她是一個北缺的地女 身在著復國的枷鎖和尋找自己心裡的大道 她會被《白野東軍》吸引 並且跟隨她 她是一個很有煙火氣 她是一切 而你情長的一個江湖俠客 《白野東軍》說 我們從長江東一無反骨 要走就走 走 他們兩個可能不需要太多過分地去表達 但是他們兩個內心都懂 在劇中 其實我們兩個 蹭開過很多次 也不知道司空長風怎麼樣 這種兄弟情 我覺得是最難能可貴的 易文君的一生 像是一個權力的 犧牲品 不甘心自己的命運 就此被束縛 我就想跟我愛的人 愛我的人在一塊兒 我絕不放棄 不算 不休 她盡力了 她沒辦法 再試一遍嗎 走 走 聯航武俠劇 自己真的要很熱愛才行 這個地方在哪裏 他保一個我導演 一二三 來 上一賽更長 我們這個戲整個在拍攝的過程中一直在講 我們要活得瀟灑自義 我覺得瀟灑自義就是結果並沒有那麼重要 過程才重要 不管你是什麼身份 生活在什麼時代 你都要活出屬於你自己的精彩 也遊複於你幾乎 沒有那麼多年 那裏 我們先見不得瀟灑自義 我先見不得瀟灑自義 我記得世紀 我先見不得瀟灑自乎 FM 我先見不得瀟灑自義 我們先見不得瀟灑自義 最よりヴィット 我先見不得瀟灑自義